好 主观众 今天早上呢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一早是到了关渡国中 来视察这边的篮球场屋顶的反光 可能会造成附近民众生活上面的困难 但是呢 今天他跟这个 无党籍的市议员林瑞图 公然的合体也被外界解读 是不是蒋万安要来抢攻 这个游离票的部分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应 其实我们在每一区 都积极的行走 也跟每一位议员 有很紧密的合作 我想就是实际了解市民需求 帮大家解决问题 我想我就是一步一脚异 然后积极的争取市民的支持 所以今天特别来到 我们士林北投 跟所有的好朋友 见面了解在地居民的想法 一直以来林瑞图议员 是我的前辈 我在第一次参选的时候 议员就给我非常大的照顾 指导还有帮忙 我都一直感念在心 我在立法院这七年多 我在地方上面跟议员配合得非常好 只要有中央需要协助的地方 我都尽力跟议员来合作 所以今天再次跟我反映地方的住户 有这样的心声 会特别到基层来 这就是我一直秉持的态度 好的可以听到蒋万安是强调 今天跟林瑞图一起来视察 是跟前辈来请教 接下来也会请走地方 来跟地方的民众做指教 就是要来改善民众的生活 不过他也呛到陈时中 日前谈到柯文哲的双城论坛 花95万 他认为陈时中之前在指挥中心 都是用亦来亦去的花费谈 浪费真的是非常讽刺 那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状况